俗话说,文武第一,武武第二,意思是练武之人都好勇都狠,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,那么生活年代相差,并不远的黄飞红和霍元甲谁更厉害呢? 细心的网友整理出了晚清十大高手,他们分别是董海川、黄飞红、黄飞红、王正义、霍元甲王子平、杜新武、燕子李三、韩木霞、孙露堂、郭仁深,可以看到,霍元甲和黄飞红都位列其中,其实讨论这两人的武功高下本就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,但是仔细不开历史的迷雾,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关联的。 霍元甲曾创办京武门,公开教习武术,而且作为南北武术交流的平台,京武门渐渐地被全国武林人士熟知,后来广东行武会成立,霍元甲的儿子霍东格与黄飞红等前辈交流武术,黄飞红还为他们表演了飞托图,这可能是霍元甲与黄飞红唯一的交集了,黄飞红也仅是以长辈的身份,为霍东格进行武术指导, 而黄飞红精通俯虎拳,虎克双刑拳,他的功夫有些是源于他的父亲黄七英,纵观黄飞红的一生,除了少年时候战胜郑大叔名声大造起,其他鄙视都是凭一己之力打败多人。 黄飞红成名之时,霍元甲还在家被父亲关着,直到后来击败了外乡武师,才渐渐被人熟知,霍元甲的迷宗权对于步伐,腿法的要求较高,要论对外的战绩的话,黄飞红和霍元甲显然没法与反清其他高手相比,霍元甲有记载的比武,也仅仅是去世前将,一名日本武士的团骨大车。 现在,关于霍元甲的影视剧,距离真实历史相距甚远,要真比起来,霍元甲一定敌不过黄飞红,但是论外国爱民,黄飞红自然比不上霍元甲,岂是他们武功孰高孰低,岂容我们后人一定高羡呢?